年底选举进入白乐化阶段 基隆市中山区市议员选举 这次总共有八位候选人投入 争夺四席的市议员席次 其中现任议员争取六年任的老将 有国民党提名的市议员宋伟丽 大家好 我是一号 一号的宋伟丽 宋伟丽在此 很多我们中山区的乡亲好朋友 以及一些老朋友们 希望能够继续支持一号 一号宋伟丽 一号宋伟丽 申根中山 全力以赴 国民党提名寻求二连任的 现任新秀市议员庄敬盛 大家好 我是中山区市议员庄敬盛 登记八号的庄敬盛 2018年能够当选市议员 是拿着一张履历表 希望各位乡亲能够来支持一个新人 在四年来小庄不代谢 继续在努力在基层 希望四年之后 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可以继续来集齐 背后庄敬盛来继续跟我续约 因为你就是我的老板 民进党提名同样寻求二连任的 现任新秀市议员庄敬盛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中山区 登记第二号 二号的庄敬盛 那丽君在这四年来 不论是对我们的快捷公车的争取 我们路面的铺平 人行道的拓宽 甚至毛小孩的潜域 还有我们万木山观光的发展 以及弱势的关怀 这部分其实不予一力 在为我们中山区的民众来去努力跟打拼 那我们中山区的建设绝对不能停 请大家一定要坚定支持 中山最认真登记第二号 二号张美军 拜托 另外一位同样是民进党提名 实力坚强的新秀施伟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山区市议员候选人 登记第六号 六号施伟正 在这里要诚恳的向大家拜托 相信做事的人 给伟正一个机会 中山区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特别关心附佑交通的问题 我们有停车位不足 以及我们需要再有更多的福利 能够溢注到我们中山区 希望大家能够在十一月二十六号 星期六投六号施伟正 拜托拜托 此外还有实力不容小叙 雇市议员杨时辰的遗孀 同样算是新人的郭美秀 各位敬爱的乡亲 大家好 我是中山区市议员候选人 四号郭美秀 也是已故市议员杨时辰的太太 这次参选 最主要是要传承杨时辰的意志 延续他服务的精神 继续关怀照顾 弱势的家庭 及独居老人 十一月二十六日 恳请相亲集中选票 唯一支持四号郭美秀 拜托再拜托 谢谢大家 除此之外 这次还有三位新人 分别是台湾民众党提名的徐又生 大家好 我是民众党提名三号 中山区市议员候选人徐又生 又生本身是高宏安的法案助理 而且具有法律的专业 目前有在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然后又生本身是超过二十年的通勤族 因此我的政见会主打解决通勤族的问题 另外我也会推轻创型的轻盈共居的政策 让年轻人回来中山区创业 请支持中山区最年轻的三号 三号徐又生 谢谢 充满抱负为民服务独立参选的张哲元 以及梁唐华 大家好 我是中山区市团欧山林 五号张哲元 最勇敢最质的张哲元 我年轻有学问有专业 新冠生龙四个高位很多老人朋友 你们哪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找我 为你们服务 我的服务处在电唱片 协谱39号欢迎大家来坐 这次市团算五号 一定要算一个在地的年轻人 无奉牌无报告 五号张哲元来为大家服务 大家好 我是中山区市团候选人 七号梁唐华 我的最高学历是 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硕士 专长地方财政与地方自治等相关领域 我在调查局服务的二十余年期间 深刻体认到建立联能政府的重要性 这次参选坚持清廉环保的理念 恳请中山区最有智慧的乡亲父老 与青年朋友们会赐神圣的一票 共同推动中山区乃至于基隆市 整体的向上提升 现任三位老将新秀市议员 地方经营服务扎实名义基础雄厚 不过面临新秀新人其他五个人的竞争 谁会成为选举刺客黑马 没人敢保证 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互相拼搏选情激烈 最后谁能出现当选 还是要由中山区选民来做决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